11月6日晚 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在假奶量直播间购买的烤肠里 吃出了不明动物体毛 直呼吐了呀 引起网友围观讨论 这位消费者气愤的表示 所以说吃的东西还是要在自己家里做的放心 从画面来看 他面前的碗里装着一根刚出炉的烤肠 肉眼可见一根一五香嵌在烤肠的肉里 这位消费者用手指将其硬拽出来 嘴里还说着 吃了一半 毛还在里面 这什么毛也不知道 这根不明动物的体毛大约有5厘米 呈乳白色状 根根分明 看着让人十分倒胃口 网友纷纷直呼卫生看忧 不敢吃了 据悉 假奶量前不久确实公开在直播间售卖过烤肠 事件曝光后 不少人都在评论区爱特假奶量方 要求讨要一个合理的说法 毕竟食品安全不是小事 不知从何时起 明星跨界带货已经成了一种风潮 而假奶量更是成为其中翘楚 常常登上带货主播榜一的位置 还创下销售额破亿的佳季 最后也希望假奶量方能及时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处理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